这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突然间晕倒了 一定是之前的 清化制度还没有根治 就跑出来跟我舟车劳顿 都怪我 都是我的错 不媚 都怪我 你醒了 你骗我 谁让你之前 在病中叫了那么多 他人的名字 我只是想让你 更重视我 哄你个野蛮人 小气鬼 居然还在记错这件事 我这还不是因为 私自带你来了南烟 让你不快 又让你误解我与小玉之事 我不知道怎么哄人 又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才想到这招的嘛 性才怪 你干什么 你 不是 我还生你气呢 艾瑞 艾菲 我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吗 下次再烦 绝不原谅 那 我 我 我 突然想起来 我有一个特别的礼物 想送给你 好 什么礼物啊 现在还不能说 不过保证你一定会 超级无敌满意 有多满意啊 你猜 你什么你 就傅娟 你怎么听不清 不知 听不清啊 大声点 不知 这是我这辈子听过的 最好听的称呼 我 原来姜兄居然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还有一件事 你得老实告诉我 这次来南烟 你是不是为了查事情 但是怕我担心 所以才说是私奔的 真是瞒不住我冰雪聪慧的夫人 手贫嘴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之前宰相的残存势力 隐缘还有反扑的迹象 在这密探来报 说宰相神秘地从死牢中消失了 我又怕你担心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的 傻瓜 我既然已经决定了和你在一起 我就一定会陪你走到底 我不想什么事情都被瞒着 这样 我会觉得 自己永远像个外人 或是你的累赘 你是我最重要的人 又怎会是累赘 不许你说这些 自从皇兄病重之后 我就一直隐约觉得不安 人生无常 我们谁也无法预料未来会发生什么 但我始终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在一起 所以我决定给你一个 郑重的 正式的 婚礼 我真是如此 他一直在网购 我还得及了 aria 我无论 不再来 你 我可以 我愿意 我 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